我是IG的中段选手RUKI 大家好 我是IG的大爷您 好的 欢迎二位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问到RUKI就是 今天是打满5G才拿下这个BO5的胜利 想问问现在心情怎么样 我们觉得放松了很多 感觉今天一下挺 就是感觉挺安心的 但是我们明天还有一条迷茫 所以就怎么上感觉还可以 怎么上有点困难吧 会有一点点困难 那我想问问您 因为今天也是跟老对手FUNPLUS交手了吗 而且也是在BO5当中 跟他们交手过非常多次了 又是必争之战 你有没有觉得在今天比赛之前 压力非常的大呢 因为FUNPLUS比较强的对手嘛 然后之前破解成BO5一般都输了嘛 然后压力肯定是有的 但结果也有了嘛 就还好是我们赢了 还好是赢了 那今天其实看到BP前三局的前三手 几乎两个队都是一模一样的 我想问RUKI 为什么两个队都是分别 选用就是一样的战术呢 对面也觉得自己打的没问题 我们也觉得我们打这种没问题 只不过打的有问题嘛 但是D他们出了之后 我们就在BP上有一些改变嘛 然后觉得都不错 都是对自己比较自信一些 那我也想问问 可能很多的召唤师也想知道 就是为什么前三局的这一个双冰窗增幅 你们会这么有自信呢 这一套他的强势点会在哪里呢 因为我终于补了个Niko嘛 其实我们在团队上的一些需要控制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英雄是挺适合我们队的 但是赛娜的话 我其实也不觉得跟Niko很配嘛 但是这个英雄觉得这个版本比较厉害 所以就还可以吧 就是还可以 而且后期比较强一些嘛 比较有成长性 想问问您 今天其实在第二局的时候 出现了经典的IG三打五的局面 当时在高地上的那一波 你们的反攻 为什么会这么自信去三打五呢 感觉因为那波是 他们就先杀了我们双人鹿嘛 然后觉得他们可能优势很大吧 然后打得很着急 然后被我们泡克了太多下了 然后没什么血 然后我们双人鹿背要活了嘛 然后他们想撤的时候 就我们就一路蒙吹嘛 因为感觉我们三个人血量加强 跟我们五个人差不多 所以是按血量来的吗 其实第二局 我觉得打得有来有回 而且一直在翻盘来翻盘去 我想问您的就是 你们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 是怎么样去稳住自己的心态 尤其在炮斧 可能双招没有的情况下 会非常的难打 因为打到那个时候 看一下我们这种的话 感觉就是我们应该 胜率 比如说算比较高嘛 只要我们没有被团灭掉 然后感觉就会赢下来 就感觉还好吧 比较偏后期的阵容 会比较好打一些 接下来想问到Rookie 就是今天在第四局的时候 你们换到了蓝色方辩证之后 好像感觉整个队伍 都完全不一样了 尤其是自信和魔法 还有配合 包括失误都非常非常的少 想问到就是 在第三局结束之后 有做什么样的调整呢 感觉就教练子觉得有一些英雄是我们处理得不太好嘛 然后把它按掉之后 就我们再想一下就要哪条阵容就比较适合我们 然后就最近就就比较喜欢作为一个英雄嘛 然后在就不管是在决赛啊 就不管是就在所有的选手用的都不错嘛 我今天尝试一下感觉还不错 而且还拿下来MVP相当的秀 接下来问到第四局的问题是问到您的 因为第四局 其实你的打野是天崩开局 几乎刷两个buff都受到了很大的干扰 我想问问天崩开局是怎么样找回场子的 就算前期就是天崩开局算是我自己失误吧 然后但是也是高天降打得好嘛 但是感觉没什么办法呀 就已经天崩开局总不能这个打比赛不能一击对吧 就打下去 因为当时那不打完我们下路是很大的优势嘛 天大的优势 然后就学着跟他们混一混 没准就混起来了 结果确实跟他们混一混就混起来了 所以是因为你的天崩开局才会导致你的 就是整个的思路和干扣思路 都是围绕下路机进行的对吗 没有 就是谁是大哥跟谁混啊肯定 下路是大哥 确实那一把也是C起来了 接下来要问到我们的决胜局的问题就是 因为其实今天的决胜局 我觉得可能对方是拿到了这一个 一直都搬掉的女警这一个体系 我想问问Rookie就是 当时你们是有意放出这一个体系吗 还是说其实你们已经想好了 我们就准备好给他们放女警 然后我们用什么音声去针对他 然后其实我觉得整个局面还是不错的 只不过我们前面 我个人的话就自己着急了 然后前面就被打就是被抓住了那一波之外 我觉得大家多打得挺好的 就该打出来效果都打出来 那中路有一波你在旁边Poke 然后把小天秒掉那一波 应该算是奠定你们的胜举了 当时你是怎么找到机会 去一直去旁敲侧击 这个是 在对面就 可以说是有点 没有小心我左翼嘛 就没有好好做视野还点塔 我觉得挺过分的 然后过去就 对打一下就打死了 有一点点过分 叫你不要过来 为什么会过来尝试 因为我们要尝试穿我的塔 那最后一个问题要问到您 就是因为明天还会有一场对决 才可以拿到我们的世界赛的门票 是对上老干爹的 所以对于明天这一场 非常关键的门票之争 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期待吗 没什么期待跟看法吧 就因为老干爹 从夏季赛到 最后赛不是一直赢了吗 感觉明天可能就是个很难打吗 但没办法都走到这一步了 就一定要赢了 就赢了之后就进世界赛了吗 背水一战 希望可以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进入到明天的这一场决战当中 那我们再次感谢您和Rookie 接受我们的采访 我们把画面交给我们的解设席 好的 谢谢双姐 也谢谢Rookie跟宁王两位选手 那确实也是如他们两位所说 就是首先这个BO5 是在经历了非常多的准备 以及这个博弈 最终才是艰难地拿了下来 但是同样的明天还是有一场 也同样艰难的BO5在等待着他们 是的呀 今天就是小喘一口气吧 但是憋着明天还得爆发一轮 是 明天要背靠背啊 而且面对的是整个夏天 可以说是几乎成为 IG宿敌的一个老干爹 那明天究竟如何 也是很期待明天两次队伍的一个发挥 那我们也是看一下 在整个赛程方面来说的话 明天将会是进行 我们最后一轮的一个资格赛 同样是在下午的5点半 然后包括明天我们9周年的 整一个流程的话 从5点钟开始 会有给各位到一个产品的发布 然后同时马上会跟随着我们 就是第三轮的全球总决赛的资格赛的一个开战 然后再往后就是我们的出征仪式 再加上各位最喜欢的饭糖出征业了 也请各位要随时锁定我们的一个比赛了 因为老实说 今天这场BO5对于IG来说真的意味得蛮多 首先是打破了这一年没赢BO5的一个魔咒 然后再加上事实上对于IG来说 去年也一样都是通过这个冒泡赛 把资格赛一路连杀两个BO5 杀金了这个世界总决赛 对 所以其实对于任何一支 进入到我们S10的队伍来说 希望我们所有的LPL的粉丝 都能够送上我们的祝福 以及跟他们站在一起 一起冲向世界 这个也是相信 作为我们一起 想要为我们的三联冠去奋斗的 LPL的所有的观众 也好粉丝也好的一个愿望 也请各位能够持续地支持我们 包括说明天也请同样的 我们的五点钟 锁定我们的一个直播间 那在今天的所有的 流程结束之前 还是有一点 要提醒一下各位 前面我们陆续公布了 属于LPL出征战队的一个 POOP的形象 这是LPL携手QQ和POOIP 共同打造的出征额套装 就在我的面前 各位可以看一下 非常的可爱 非常的Q弹 那寓意着LPL带领着 四支中国战队 征战即将到来的全球总决赛 最后一支POOP 与我们的赛程紧密关联 请大家为自己心爱的战队加油 同时LPL代表的QQ电竞大额 将在这个特别出征套装预售时 正式揭开神秘的面纱 也请各位持续地锁定我们这一块 那今天我们所有的一个流程 也就到此结束了 辛苦各位 这么晚了 还锁定在我们的直播间前面 但包括明天 也请各位再辛苦一下 能够看着我们所有的四支战队 布送他们出征完毕 那我们今天先到此告一段落了 各位晚安 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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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